如果我今天希望把最后的这个路接道的这个统计 哪一条路上面的自然住宅切带按键最多的话 那你会发现第一件事 如果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一样嘛 因为我前面一直强调 如果你要做一个枢纽分析 如果你没有某一个栏位 像刚刚区 那你就做不出前面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区你就统计 那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那个路接道的话 那一样嘛 你变成你要有个路接道这一个栏 如果没有这一栏的话 那你后面就不用做了 那接下来游标 放在这个范围里面 就其中一个储存歌就可以了 然后再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他会问你说 他会自己帮你抓这个范围对不对 对的话按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的方法 把什么呢 把路接道拖拉到列 把路接道拖拉到值 因为这个值里面 它不是数字 所以它会帮你加1 帮你统计出来 里面的话 入接道 空白 空白标签 我看一下 这个资料 插入 横纽分析表 范围OK 然后把这个资料 路接道 一样就是把那个路接道拖拉到这个列 然后把路接道拖拉到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显示出来的前面几个应该有错误讯息 也就是这个里面应该是它为什么刮弧呢 可能要再看一下 可能前面它有错 这个在它的那个地址里面有 那没关系 我们忽略 暂时这个忽略掉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把什么 把那个 就是我想只是想要知道说Ctrl向下 里面有500多个 OK 我只是想知道说 治安最差的前几条道路的话 那怎么办 第一个我先排序 资料里面的话 D到A OK 那第二个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留下 这个你要的那个 比如说我前十笔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点选那个列标签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在这边是有个排序 然后呢 排序底下有一个 所谓的直筛选 就是列标签这个地方的话 直的筛选 那你可以找到前十项 也就是说你留下的话 就只有前十项 有500多笔里面 只留下前十 治安最差的前十条道路 那你可以看到 那就是中山北路 切到按键有98笔 然后再来就中校东路等等 OK 那如果说我要把图给画出来 它的一样的方法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圆形图了 我用那个直条图好了 OK 那直接按确定 它就会帮我把那个切到按键里面 那个最高的跟最到大概前十名 帮我列出来 OK 然后用那个直条图可以很方便的显示出我要的结果 OK 那当然这个我们主要是利用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入接到这个栏位 当然你才有办法绘制出这个里面的资料 OK 那另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的统计分析的方法 我这边有列出来 那你可以在它有其他栏位 那你可以时间 哪个时间切到按键最多 那可以 刚刚可以看得出来 最高的应该是就是 大家上班之后 10点到12点 然后再来晚上睡觉之后 这个你也许可以在 甚至可以做个交叉分析 那交叉分析的话呢 甚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交叉分析图 里面可以这个除了地区跟时间 另外你也可以用那个百分比的那个直条图 也可以看起来蛮 就是可以多样的去做统计分析 那请各位可以试试看这个部分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直条图给绘制出来 那刚刚为什么这个地方资料绘制有问题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我刚刚只是说换一个资料就OK了 所以有的时候枢纽分析表 它会对资料来源很满敏感的 所以如果假设一直都有问题的话 你干脆换个资料 试试看 这个问题也许就解决了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希望把刚刚的动作 假如说你每天都会希望做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最好是什么 如果这个资料是在网路上 甚至可以把它用爬虫的方式爬下来 所以其实后面我有在云端白板上面有补充 如果你要做爬虫的话 底下这边是有一个爬虫 也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的网址在哪里 可以把资料整个爬下来 放在指定的位置 然后呢 再利用后续的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清除掉 趋跟路的话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趋跟路把它加上 那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公式输出 这个公式的话是把刚刚的公式 分别放在E跟F栏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是刚刚的公式 其实是丢公式 这概念的话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我不是丢公式 而是要把最后的结果 把它做输出 那当然就需要把原来 在Excel里面的公式 Excel里面的这个用的函数 转成VBA里面用的函数 才有办法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至于要怎么转变 这个的话呢 我想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那个 路接到的图先绘制出来 可能比较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刚刚绘制这个枢纽分析图 记得这个地方的话 排序完 记得排序的话是放在B4上 Z到A 再利用什么前十项 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只要里面最高的前十 其他间帮我略过 那你就暂时不用去管那些错误的资料 不过错误的资料也许为什么会错误 可能还是要再看一下为什么 原因 然后再绘制出一个资料 上面标题看要不要改 这个其实要改不改 可以自己再把它做美化一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有关就是说 如何把它再加上VBA 不外乎就是加公式 不外乎就是把最后的结果把它输出 这多一个这个 甚至是怎么样 可以做出所谓的制定函数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 就是可以把那个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多出一个制定函数 使用者定义 叫做入接道函数 这个入接道函数的话 就是我如果今天给一个地址 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个地址里面的 那个入接道的结果 帮我return回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这个里面程式可能我要再看一下 主要就是把前面讲过的 上个礼拜讲过的部分 再把它加到里面来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针对VBA做一个说明